我们今天继续来给大家玩植物大战僵尸之旅行 这是一个网友自己做的一个版本的植物大战僵尸魔改 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有铁桶僵尸 撑杆跳僵尸 路障僵尸和普通僵尸 我们上一次获得了这个双发射手 他一次可以射出两颗子弹 我们这次拿豌豆射手 土豆雷 我们这次就不带寒冰射手和食人花了吧 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双发豌豆 首先放置向日葵 第一只僵尸要出现了 我们现在这行埋下一个土豆雷 做好一切的准备 第一个土豆雷 应该要把这个第一个僵尸给打掉了 我们继续来存咱们的阳光 我们争取 第一个咱们就种成双发豌豆射手 威力加倍 价格也加倍 其实不如重量 但是他少占一个地方 这儿放一个坚果酱 捅出点时间让我们再来种向日葵 我们在这行里放一个土豆雷 以防万一 嘴下美航出现了一个路障僵尸 我们还是用土豆雷来对付他吧 这样比较便宜一点 好双发来对待第二行 倒是第二行的僵尸 继续双发豌豆 150个阳光了 继续双发豌豆 继续坚果墙 最下面是我们的最薄弱环节 我们还需要继续赚75 50 够了 双发豌豆 这样每一行都有双发豌豆了 双发豌豆 双发豌豆 又来了 我们放一个坚果墙 好搞定 接下来是第二波僵尸来袭 怒手应该就是这样的了 所以我们插着缝 赶紧中这个豌豆射手 就可以了 举系僵尸出现 再放一个坚果 在这儿再放一个双发豌豆 这样每一行都有两个双发豌豆了 这儿来一个樱桃炸弹 又出现撑杆跳僵尸 这个豌豆雷可能长不好 很有可能会被打倒了 好强 樱桃炸弹 来一个 把这铁桶僵尸给炸掉 防御太强 很容易突破我们的防线 好 接下来是一大波僵尸来袭 最后一波 撑杆僵尸 蒟奇僵尸 其他都是普通级僵尸 没啥特别的 好搞定 貌似是得到了一封信是吧 谁给我们写的信 你好 我们就要对你的房子展开全面进攻了 谨记僵尸